好的 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传习录 我们先看原文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 教人为学不可值一篇 初学时心缘一马 顺腹不定 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 姑且教之静坐 悉思虑 久之 以其心意烧定 只悬空静守 如薅木死灰 亦无用 须教他省察克制 省察克制之功 则无时而可见 如去盗贼 须有个扫除阔清之意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 等思逐一追究搜寻出来 定要拔去病根 永不负起 方是为快 常如猫之捕鼠 一眼看着 一耳听着 才有一念蒙动 给予克去 斩钉截铁 不可孤容 与他方便 不可窝藏 不可放他出路 方是真实用功 方能扫除阔清 道德无思可克 自有端拱实在 随约何思何律 非初学时事 初学必须思 省察克制即是思成 只思一个天理 道德天理纯全 便是 何思何律 好了 我们来学这一段 这一段太重要了 真的 我自己在学习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管你是学佛修道 还是你学习其他的学问 都得下这个苦工 都得用这种方法 我们学习传习路 学习到现在 其实我们学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 来学习一个学习学 就是你怎么用功 你如何去真正的 在你所修学的学问上下苦工 如何能够摒弃掉 你自己内心的这些私心杂欲 传习路主要就讲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来学习这一段的时候 你学佛的也好 你修道的也好 或者你学习其他学问的 学哲学的 甚至于你是大学生 你是初中生 你是高中生 只要你是想要学习的人 你都得按照这个方法来做 甚至于 只要你想提高 这个道德修养啊 精神修养啊 道德素质啊等等 只要你有向上走的 这个想法的人 都得学习这个 这一段太重要了 那有的人呢 他不想学习 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学 什么道德素质提高 我也不想搞啊 就只有这类人不适合 其他的人 但凡想要在社会上有所成就的 想人生更上一层楼的 想要往上走的 都需要这个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 说一日论为学功夫 这一天啊 王阳明和弟子们讨论 做学问 如何下功夫 你做任何学问 你是在这个习役中心里当收音员啊 你还是这个啊 当扫地工啊 你还是说做书法家呀 弹钢琴啊 跳舞蹈啊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得用功 因为360行行行出状元 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顶尖人物 都能够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翘楚 所以不管做什么 你学佛也好 修道也罢 或者是你做工作也好 学习也好 你得知道怎么用功 怎么做功夫 我们这一段讲的就是做功夫的问题 你如果不做功夫 那你只能叫混日子 你学佛修道 你不做功夫 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啊 你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啊 是我有所有所收益的 有所收获的 你看昨天晚上 我们带大家真实的送持这个咒子 我们带大家送了一百零八遍 在场只要参与的啊 你只要跟着我来的 跟着我的节奏走的 你就真实的在做了 平时你可能只是听课呀 听的觉得很好 但是没有实际的修啊 没有实际的修为 我背下来了 对 那个很好记 很好背 对吧 很好记 很好背 那为什么能背下来呢 因为你昨天用功了 因为你昨天啊 你在你在你在你的手机面前 你真实的跟我去做了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背下来呢 以前你没做 所以怎么样啊 做任何事情啊 你都得下功夫 那怎么下功夫呢 做学问啊 如何做呢 王阳明告诉他的学生们 王阳明说呀 教人做学问 不能偏执于一边 那这里面讲的是呢 教别人的 教人做老师的 他说呀 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容易心源一马 静不下来 不能集中心思 大家想一想 自己来一开始 刚入扶门的 刚开始学扶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心源一马 静不下来 不能集中一个心思 有很多人 一开始 我觉得这东西真好 我好比说 我一到这个寺院里边 我心好清静啊 然后就疯狂的想要学习了 今天听说这有 这有个师父 明天听说那有个放生 后天听说要去九华山 大后天说要去这个 要去这个 这个这个西藏 他就趋之若鹜 马上就去 然后东扎一头 西扎一头 扎了三年 扎了五年 扎了八年 最后呢 与人论道的时候 那听到 听到善 其他善知识 一论道 还是一头雾水 人家在讲什么 自己跟傻子一样 不懂 然后生活当中呢 发生了灾难的时候啊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心一点都没有管住 同时呢 不仅如此 别人呢 要骂他两句啊 说他两句啊 他的这个怒火呀 跟以前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吧 一开始的时候啊 刚入门的时候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容易心源一马 静不下来 这个心思不能集中 那这个时候的人 刚入门的人 他考虑的都是什么事呢 他所考虑的 都是主要与自己私欲有关的东西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这样啊 有的人因为有病 所以开始学习了 我怎么样 师父啊 老师啊 我怎么样能够快速解决我的病啊 我太痛苦了 有的人很贫穷 说老师啊 师父啊 我想学习啊 我太贫穷了 我想帮助别人 但是我没有钱呢 我怎么样能快速的啊 能能赚点人民币啊 有的人呢 一块来的时候 哎呦 我老公出轨了 有的人说 哎呦 我小孩不听话了 等等等等 就是一开始入门的时候 一定有所求的 那不止学佛 其他也是一样 修道的也是如此 或者你是比如说啊 这个做其他学问的 做哲学的 他都有实际的所求 一定有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呀 考虑的主要是私欲方面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首先呢 先利用他的这个心理 先引他入门 这个没错 但是真正的善知识 应该告诉他 先让他入门了以后啊 你不能老拿这个私欲来吊着他呀 你好比昨天我们跟大家讲说 什么是财神 什么是财神法 大家都想求财 都想发财 那我说了 带你修财神法 让能不能发财 能 你来吧 是不是很多人就来了 来了之后 我要告诉你一声 就是你只是乞讨 你只是要这个钱 那个格局太小了 你祈求财神给你钱 那有什么意思 你要做更大的格局 你要当财神 你跟财神学习 你成为财神 你成为一个不施者 成为一个施语者 有人说了 我没有怎么施语 对呀 没有怎么施语啊 你都成为施语者了 你肯定有的是钱 所以呢 真正的善知识 第一点 可以利用你的有所求 先吸引你入门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还要打掉你的这个私欲 怎么打掉呢 就告诉你 要让你静坐 需要让你静坐 让你停止掉所有的思虑 注意啊 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 一个鉴刺哦 你可不可以有私欲 可以 你有趋病啊 平安啊 发财呀 这个娶老婆呀 家庭幸福啊 这些想法都可以 这是你刚入门的时候 那你有这样的想法 先来 来了之后怎么样啊 慢慢的要把你这些私欲 先把它打掉 通过什么方法呢 让你静下来 让你能够静下来 仔细的思考自己的 这些需求 这些需求是从何而来的 久而久之的 能静下来了 让这个人能够静下来 把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内心的这些个私欲 都给他停掉 你不能说有 你看社会上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佛商班 缠商智慧 等等等等 你们都知道 那个名很多 那我一下想不起来 那么多 打着伏法的旗号 刺激人内心的贪欲 这个太坏了 你说一开始 可不可以这样的 可以说我们学习这些学问 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个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永远都是这个东西 你永远都是这个东西 怎么样啊 他就变味了 他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他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魔法 因为他一直都是刺激你贪欲的东西 他是断章取义 把这个能够 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 告诉你来吧来吧 跟我学吧 学这个能帮你创造财富 能赚钱 然后所有人趋之若物来了 来了之后谁赚钱了 开班的人最赚钱 你赚的再多 你不如开班的人赚的多 就像我们看那个 我在哪看到了 看到一段 说那个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骗子 所谓的大师 他说教你一个皱子 念这个 你只要念这个 你就发财了 结果呢 他一念 他的徒弟就给他扔钱 他一念 他的徒弟就给他扔钱 结果呢 他说这个皱子最好用 要我看这皱子也好用 肯定好用 因为他一念 他徒弟就给他扔钱 那可不就是吗 那对他来讲 他可不就发财了吗 那他念的就是发财咒 对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讲 首先呢 可不可以说 告诉你 我们这里面有治病的方法 有求财的方法 有这个家庭幸福啊 平安啊 吉祥啊 都可以 都有 但是这个是什么呀 你不能 不能把这个东西断章取义的 永远只讲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方面 最终的是干嘛呢 把这些欲望吸止 让他追求上面的东西 更上面的东西的时候 来的时候 下面这些东西就不重要了 那他就不想要了 那有人说 那到底能不能得到呢 他真正的悟到了上面的东西 下面这些东西 随心所欲都可以得到 但那个时候 得到或者不得到 已经不重要了 我这样给你举例子吧 你很想求财 想病好 想家庭幸福 想的这些 这些个 这个人天福报的东西 就好比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很想要一个小坦克车 这一个小朋友 八岁的小朋友 我就想要这个坦克车 能不能给我 你要给我 就是你真好 你真好 你不给我 就坐地下哇哇大哭 所有的人 有需求的人 就像这个八岁小孩 那真正的家长 说什么样 就怎么说呢 说你想要小坦克车吗 可以 你不只是给你小坦克车的问题了 怎么样啊 我来告诉你好好学习 你能够自己创造财富的时候 然后怎么样啊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那不是小坦克车 不小坦克车的问题了 你能够追求智慧 你能够有无尽的才华 德行和能力的时候 你想要多少小坦克车 就有多少小坦克车 然后这个小孩呢 认真学习 认真的啊 这个按照按照教导走了 好好学习 最终呢 成为了特别有能力 特别有才华 身份地位财富都无尽的人 这时候他三十岁了 那么小坦克车 他能不能得到呢 能得到 这个时候他想要多少小坦克车 就可以拥有多少小坦克车 但是不重要了 那就看他自己想要不想要了 想要小坦克车也可以 不想要不想要就无所谓了 因为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真正的善知识 伏法中的善知识 引导众生就是这个方法 一开始你想要吗 这里确实能给你 但是不会带着你一直往这个上面走 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 或者说给你小坦克车也可以 但是我要告诉你 有比小坦克车更好的东西 有比小坦克车更高的追求 你呢 现在小坦克车可以给你 但是给你的之后 你要告诉我要告诉你 小坦克车只是你人生当中 太小的一个东西了 而你却把它认为太重要 太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现在的智慧不够 福德不足 那么我有更好更多的方法 给到你了 你按照这些方法去做 未来你想要什么就拥有什么 因为你现在只知道有小坦克车 可能还有大坦克车 还有大公交车 还有地铁高铁 你都不知道 那你得根据我这个智慧福德 你修免修圆满了 修到了 你就知道了小坦克车啥都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就像我们昨天说修财神法 就是同样的道理 修财神法能不能让你发财 能 但是我不建议你 只是为了发财来做这个事 因为他能给予你的是更圆满的 更大的东西 那有人说了 说那我按照你这个方法去做了 我也昨天也念了108遍了 我并没有发财呀 对 就是因为你需求的太小了 你的着眼点太低了 你的心量智慧福德都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把那些知见都拿掉 把你有所欲求的这个心拿掉 只做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看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看 效果又不一样了 无所不求才会无所不有 你越是有所求 他来的就越慢 当然也会来 只是呢 他来的会慢 来的会小 来的会不那么明显 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知道 你看王阳明讲的说呀 你首先静下来 你这个欲望 你对某些私欲太强了 不好 先让他静下来 但是你不能是悬空的静 有人说我怎么叫静下来呀 我啥都不想吧 于老师教我的 让我静下来 然后我干嘛呢 我每天呢 坐上俩小时 我那一坐 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行 我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想 你什么都不想 本身就是一个想 什么都不想这个事 这就是一个想法 再说了 你真的达到了 什么都不想 那就变成什么了呢 那就变成了身如 这个像土木完石 心如死灰一样了 那也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要修行 要修为 不是把自己修成植物人 不是把自己修成一块石头 一块木头 那你的方向就走错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首先打掉这个私欲之后啊 我们进行一个内行体察 注意这个很重要啊 你坐在那里 你不能做到什么都不想的时候 那你就想 想什么呢 内行 体察自己 反省自我 反省自我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错误的念头 错误的语言 以前做过哪些错事 你去反省 反省自己的问题 这个反省自我问题的过程 就像铲除盗贼 你要铲除盗贼 必须有彻底铲除的决心 就像我们想说 给自己家里面太脏了 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 内行体察 诸位有没有做过呢 彻底的来一次大扫除 那不是说 哎呦 我昨天好像怎么样了 我前天怎么样了 不是 从你自己有记忆开始 你就开始醒察 你几岁的时候 有过什么事 杀过什么小昆虫 拽过哪只螳螂的腿 打过哪只老鼠 你都想 所有对他人的伤害 骂过的人 害过的人 害过的生命 杀过的生 说过的错话 办过的错事 你一一反省 你来做这个 你不是没办法 做到什么都不想吗 你往这一做 你想什么都不想 可是你又做不到 那你就想 想什么呢 反省自我 来给自己内心 来一次大扫除 把自己好色 贪财 求名 各种各样的这些私欲 一个一个的反省 我们内心的这些 阴暗的角落 我们有过的罪恶的想法 我们一个一个去反省 有过害人的想法 邪淫的想法 等等等等 你这个事跟别人 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说 自己对自己反省 不断的反省自己 拔去病根 如果你真的 每次这样做 每次这样 每次这样做 自己坐在那里反省 慢慢的 你会感觉很痛快 为什么 你终于敢直面 自己内心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了 这些阴暗的东西了 你能够敢直面他了 然后忏悔 既然你知道他是错的了 以后不能再做了 那么这就叫拔掉病根了 你已经知道了过去 你已经反省到了 找到了 你说这个是错的 你意识到了 这是不正确的了 那怎么办呢 以后不能再做了 以后不能再说了 以后不能再想了 这个就叫拔掉病根了 这个病根你拔掉了 你就痛快了 就像猫捉老鼠一样 一边用眼睛盯 一边用耳朵听 私心妄念一起来 马上把它削掉 你能够省察三个月半年一年的人 这个人的精神修养就怎么样 就已经很高了 为什么 他每天都在反省 每天都在找 反省了之后怎么样 反省了之后 以后你再有了同样的想法 再要说同样话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意识到了 因为你每天都不断的在反省自己 然后你再有什么不好的话 再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马上就感 你马上就察觉到了 那么如果有的人说了 说我还会犯 还会犯怎么样呢 你不能给他方便 不能窝藏这些不好的念头 不能窝藏这些自己不好的 错误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东西 然后怎么样啊 这个才叫真真切切的下苦功 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私欲给扫干净 我们说扫地扫地扫心地 怎么扫心地啊 这个就叫扫心地 什么叫适则名为真忏悔啊 这个就叫适则名为真忏悔 所以我们坐在那里 你想打坐 你说你我静不下来 不能什么都不想 不能什么都不想 就自己找自己的问题 自己反省自己 时间久了 没什么可反省的了 念名号 宋咒子 这个就叫内观 这个就叫内省 自己观察自己 所以虽然周易上讲了 说天下何思何律 天下同归殊途 一智而百律 天下何思何律 但这个不是初学者的功夫 初学的人必须得有思虑 有的人说了 说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 这不是初学者的功夫 一念不生 这是后面的人 这是达到了一切境界很高的人的功夫 无私无虑 一念不生 初学者不是 初学者要有思有虑 那我们有思有虑怎么办呢 就内省 内观 反省自我 进行忏悔 时时刻刻 反省体察 时时刻刻刻己复理 自己治理自己 然后你的态度就会端正 成静 心中所想的都是天理 你心中所想的都是正道 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面对善知识的时候 可以恭恭敬敬的 有的人呢 他面对善知识是不能恭敬的 他恭敬心是提不起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平时没有这种内省的功夫 那么在这里我们说呀 你的心中天理浑然了 没有一丝杂念了 那就达到了何思何律的境界 那有人说了 说我们 我内省 你就像像那个猫抓老鼠一样 我具体怎么做呢 怎么能像猫捉老鼠一样的敏感呢 其实很容易 这个道理呀 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呢 用挑别人毛病的习惯来对付自己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人呢 这个眼睛哦 其实他不是找不到毛病 他不是找不到问题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问题 他看别人的都是问题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找别人的问题 一说说的全是 别人身上哪里哪句话说的不好 这个哪句话有毛病 哪里这个做的不好 那个坐姿又又不好了 那个那个那个说话语气又不好了 很细节的 很细微的 可能说话的人都没注意都没注意到那个语气不好 他注意到了 他觉得你看他那个语气就是瞧不起我 你看这么细节的东西 语气的东西 他都能感受到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能够很细致的去分析别人 去观察别人 然后找出对方的毛病 那怎么样呢 你把这个功夫面对自己就行了 就是你别别用这样的功夫 那去找别人的毛病 别人肯定有毛病 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别人的问题管不着你 用不着你来管 你就管自己的问题 观察自己 想自己的问题 看看我自己哪里 我自己哪里有问题 世间人的眼睛都奔着外面 都是反省别人 他不是反省自己的 他挑别人的毛病 你微信回我回的慢了 你语气有问题了 你表情有问题了 你坐姿有问题了 你说什么什么 你说我了 你看这些他怎么能找到呢 他为什么能够找到这些问题呢 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去观察别人了 那他没观察自己 他自己的语气怎么样呢 他自己的说话表情怎么样呢 他自己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呢 所以呢 你别人的毛病用不着你管 你就管好自己 我们通常对别人的毛病都特别敏感 评判别人都特别积极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本能 把你这种本能调准枪口 对准自己 马上就见效 见什么效呢 你自己的精神修养 你自己的修行格局 马上就不一样 立刻见效 立竿见影 就是把挑别人毛病这个方法 用在挑自己上 看看我哪里有问题 我今天说话 我做事 我的思想 哪些问题 就挑自己的毛病 所以 这个什么呀 这个什么叫自内省啊 这个就叫内省了 什么叫内观呢 这个就叫内观 观察自己呀 你去观察别人干什么呀 那我肯定得天独厚 对 对 越敏感的人越对 有的时候我对别人太敏感了 越敏感的人 我这方面我有天赋 对 所以你如果能够一转念 什么叫转念 这就要转念了 本来你是观察别人的 以你的角度看别人 现在呢 你跳出这个角度 反观自己 我哪里有问题 每天你就观察自己 你不静坐也可以 不打坐也是可以的 你坐在 你不用坐在那里 你自己观察 或者说完话了 有今天说这话 是不是感觉不太对呀 以后不能再这样说了 因为我今天怎么会有这么 这么邪恶的想法 那以后不能有这想法了 我就经常观察自己 我又有一次观察 观察我小时候看西游记 小时候看西游记 我就那个妖怪 把唐僧抓住了 我心就想赶紧吃 你这个妖怪 你抓住了唐僧 你还不赶快吃 你在那干嘛 等什么 一会孙悟空就要来了 你说我怎么那么邪恶呢 希望唐僧赶紧被吃 而且那时候小时候 甚至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叫电视剧 是有导演 是有演员的 我也有这个想法 赶紧吃 对 小时候就想 这妖怪抓住了唐僧 赶紧吃 为什么还不赶快吃 赶快吃了他 要不然一会孙悟空就来了 小时候不懂 以为这都是真事 以为都是我们能看到的 真实发生的事 所以这就是不好的想法 比如说小孩 对 那为什么内心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不觉得 孙悟空赶快来救他 这就是不好的念头 我们就反省这些 反省这些细节的东西 这些不够阳光的 内心当中阴暗的角落 说错的话 这个做错的事 内心当中的思想 你不断的反省这些 所以呢 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也是 就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很多人 跟大家讲一讲一讲 以前在某一个地方吧 就是苏行一带 有一次我去那边做活动 然后有人跟我说 说于老师 有个人想见你 这个人也是个修行人 我说可以啊 是吧 那我有我的这个平时的这个工 这个到那边做活动 肯定是有安排的 那我就哎 那正好某一天下午 有这么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在某个地方 正好我们可以在那碰个面 喝喝茶聊聊天 没什么 他说他想见我具体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有什么事 可能也没什么事 我们就见个面嘛 喝个茶交个朋友 我觉得挺好的 那后来见面之后呢 这个因为在那个 我们当时去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道场 那个道场里面有 也有别人 那肯定我们 我去那跟人家聊天 什么的 那他也到了 他就在那坐着 那他也不说话 那他不说话 这边聊聊聊 那他来见了 那咱们肯定打个招呼 互相介绍一下 他也不说话 什么也不说 那我想 我想人家说要来见我 我主动一点吧 那我跟他聊 哎呦我说你你怎么样啊 你这个学习哪个法门的呀 就我问一句 他说一句 就说 那他不主动说话 那我也没什么太多可问的了 我主动的聊几句 也就没什么了 然后呢 这个到了这个其他的地方 我们又换了地方 他也跟着过来了 对有点尬聊 那到了其他地方 他就一句话也不说 然后旁边有的人问他啥 他就说啥 比如旁边人问他 哎呦我说你这个衣服 他他当时穿的好像也是 也是这样的 这个汉服堂装 然后他就说了 说这个 哎呦你这个旁边有别人说的 说你这个衣服好看呢 那他既然说来见我嘛 那我说我也说呗 我说哎队友 哎呦我这个衣服确实挺好看的 然后他就这样 一脸淡定 说六千多 哎呦我的妈呀 我说六千多 我说您是不好的 我心想我我嘴上没说出来 我说您是上 我这来炫富来了吗 就是别人说说这个 说他衣服好看 我然后我也称赞两句 没话说嘛 因为没有尬聊嘛 然后哎呦我说确实好看了 我说款式挺挺漂亮的 六千多 然后我心想啊啊啊 我说那太贵了 我们我这穿不起啊 所以所以这个后来聊啥呢 没什么可聊的了 那说了来见面那就那就这样吧 然后就就就就没再见了 没有再见了之后呢 后来通过别人聊 通过别就是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 后来呢通过就辗转嘛 其他人也跟我也会跟我讲 我说我后来我就说哎 我说他他他说要来见我 那他也没有他也没有主动的聊天啊 我倒没提六千多这个事啊 我说那他他他说要来见我的 那好像也也没什么啊 他啥事也没说 然后他说没有 那他要来见你啊 他的意思想收你为徒 我说啊 我说他收我为徒 他他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 不是说一个修行人要来见我 怎么就成了他要收我为徒了 我也没有想要拜谁为师的这个想法呀 就是当然了 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学习啊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往那一坐啊 从来没有过就是就是也不说话啊 感觉一副高傲的姿态啊 后来我明白了 人家来了是觉得是是那个意思啊 然后我就心想那他当然了 我们不能傲慢啊 人家既然说想收我为徒 也许有有特殊之处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 然后我说那他想收我为徒 那那他主要修什么 咱也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清楚啥情况呀 他说了他会给人家看因果 他会给人看前世 我说关键问题是我不学这个 我说你能看因果能看前世的 这咱也不学这些 这不是这这这属于是魔道的东西 我说那他想收我为徒 我估计可能比较难了 然后他说他说那个 我说这个属于啊魔道 邪道你们也尽量少接触 因为这个呢不是不是正道的东西 他会不会有没有这个真本事 我是不知道啊 他有没有这个真本事 我不清楚 那但是呢 我说你们还是要离他远点 他说不对呀 于老师 他确实能看的 我说那能看 那能看也不是 也不是这个正道啊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那不对于老师 你看地藏经里面就有讲 有个罗汉啊 福度光目者 那他就是啊 因为这个光目女 因为这个很孝顺母亲 他就给他入定官了 说为入定官呢 给他看了 说他的妈妈落在哪一道啊 我说那里面写的很清楚啊 这位已经是罗汉 而且是因为呀 那也不是随便给人看的哟 第一个他得到罗汉的级别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呢 他呢 这个是因为这个光目女啊 本身很有善根 第一个他很有善根 再一个呢 他非常虔诚 那这里面是有条件的 那不是不是没有 那个挺赚钱的 所以衣服六千多 对 胡言乱语 对对确实是胡言乱语 您就别在我这听 我的都是胡言乱语 您就甭在我这待着 您哪里不胡言乱语 你就去哪是不是 不是我到您家来的 是您到我家来的 个人素质得提高一下 是不是 您觉得我讲的胡言乱语 你就别在我这待着就完了呗 我又不是给你讲的 是不是 大晚上的 大过年的 是不是 您打字 我说话 您没有我快 但我不想评价您 好吧 我们都没有资格评价别人 大过年的您真得积点口德 好了 然后呢 我说 我说这个东西 首先他得是罗汉 他是罗汉吗 他说 他说 余老师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罗汉 我说我来告诉你 但凡要是罗汉呢 那他得修成一个金身罗汉 你听说过金身罗汉吗 他说我听说过 我说他得怎么样 你给他身上浇上汽油 你给他身上浇上汽油 就一把火给他点着 然后怎么样啊 他这个衣服呀 都是他那六千多的衣服都烧光了 他这个人还没事 那 那他就可以给人入定关了 他不仅可以入定关 而且呢 他能关到过去不知道多少事的 特别多 可以关 他是罗汉吗 他敢吗 他敢吗 你给他浇上汽油 把那六千多的衣服给他烧了 然后他没话了 那不是谁都能给人做的呀 再说了 地藏经里面讲的 说为入定关 你为什么关注点会放到这个上面来呢 那得是罗汉 首先告诉你了 那个是罗汉 于是有人说呀 说那你怎么知道 真正的出家人是不会碰到 碰着世俗的东西 这位魂部讲理先生啊 我得跟你讲一下啊 首先第一点呢 我不是出家人 第二点呢 真正的出家人就是要入红尘 不入红尘如何修行呢 如何度化众生呢 所以说您讲的这些说啥 说啥你只能说你啥都不懂 您既然不懂 您可以学习 我也愿意教您 但是呢 您不能胡说 首先我不是一个出家人 你这个你首先第一个您就判断错了 第二个呢 所谓的什么是世俗啊 什么是这个红尘呢 所谓的世俗啊 所谓的红尘 所谓的出家 它不都是这个世间法里面的东西吗 你以为你能脱离得了红尘 出家了你也脱离不了红尘 红尘法即是出世间法 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 所以咱平时得提高自己的修养 提高自己的文化 是不是 这是我跟你讲的 就是大过年的 我真不想批评您 要平时的话 我就批评你两句 再给你踢出去了 今天是过年啊 我这也是 也是那啥了 给你讲这些吧 我也算那啥了 我也算往地下 往地下扔点食物给你了 要平时的话 我真不愿意搭理你 就给你踢出去玩事了 今天过年 你也享受到了 你也享受到我扔在地上的食物了 好了啊 咱继续往下聊这个事啊 后来这个事情 这个人呢 当然了我也没有再见过那个人 但是后来有听别人讲 有听别人讲 说这个人呢 一直对我怀恨在心 说这个人对我怀恨在心 一直在后面呢 讲我很多是非 那我说他为什么对我怀恨在心呢 我怎么他了 我我我我没有怎么样啊 关键这个人我们只见过一面 甚至于连连说话都没说上十句话 啊 然后说 说这个人最后说对我怀恨在心 我在想 他为什么对我怀恨 他为什么对我怀恨在心 我怎么他了 啊 没当就因为没当他徒弟 啊 那幸亏没当 那就不应该当 啊 那这点心量没有 那还当什么当啊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 我们讲这段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就是这个世间的所有人的内心 都是有阴暗的角落 啊 都是有内心当中都是有阴暗的角落 我们必须要反省自己 可问题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站在了对的这一边 所有人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那 因为刚才那边那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个人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啊 因为那个人啊 因为那个人他他知道我不是出家人 而这个呢 他不知道啊 那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必须时刻的反省自己 那包括包括出家人也是一样啊 那出家人修行 修行什么呢 修行就是修行这些内心的东西 修行我们自己的错误 那你有错误 比如说我没有错误 我修行什么 所有人都有错误 没有人没有错误的 所有人都会有这种错误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常问 有人也怕鬼者奈何 先生约 只是平日不能极异而心有所迁 故怕 若素行 何于神明 何怕之有 路程问呢 说有的人呢 夜里面怕鬼 该怎么办呢 路程这个问题来得很突兀 儒家思想是不谈这些所谓的神与鬼的问题的 因为孔子讲 子不与怪力乱神 那儒家思想不讲这些什么 什么有什么有没有神有没有鬼 那不讲这些 他是避而不谈的 对于这些问题 对于所谓超出科学范畴内的东西 对于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儒家思想是不谈的 可是呢 路程啊 却来问老师 说晚上怕鬼怎么办 用咱们现在话说呀 这个学生有点不着调 说他讲的什么意思啊 说怎么突然来讲这个东西呢 那么再加上了 他又是王阳明的弟子 王阳明讲的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我心光明 你内心都修光明了 你怎么会问出所谓的怕鬼的问题来呢 那王阳明就会说了 王阳明怎么回答他呢 王阳明说呀 所谓有的人说夜里面怕鬼呀 那是因为他平时 内心不极具正义 内心不极具正义心虚 所以害怕 如果平时做事都合乎天道 都合乎宇宙真理 你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里面讲了一个极意 王阳明说极意这两个字呢 课题很大 不把这两个字给解透 我们这一段就白学了 说真正极意的人 他是不会怕鬼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讲 因为我们都不怕鬼 那我们还学啥呀 那么极意和这个签字 都出自于孟子 孟子这里面是这么讲的 说无赡养 我们来看看这段话 这段话公孙丑问 说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浩然之气 这个东西啊 难以用语言表达 只有你自己去体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那么浩然之气 朱熹有一个解读 我们经常说 心中应该有浩然正气 浩然 什么是浩然呢 有的人 名字就叫浩然 那我以前就有几个学生 叫刘浩然呢 孟浩然呢 这个李浩然呢 我有好多学生都叫浩然 浩然是什么意思呢 浩然是盛大流行的外观 非常盛大 盛大流行 那么气呢 气是我们体内充盈之物 道家都讲气 我们中国文化讲 人体内有一种气 这个气呢 本来就是浩然的充实于天地之间的东西 它同时也充盈在我们身体之内的 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不懂得养气 那气就虚了 而孟子呢 孟子就是善于养这种气 让我们的气始终能够充盈 所以现在你看 我有的时候经常告诉大家 能不开刀尽量不要开刀 现在动不动说 哎呦 我割个蓝尾吧 觉得开个刀 你一开刀身体内的气就外泄 能不开刀尽量不要开刀 这个气这个东西 是一个听起来很玄的东西 有的人就会说了 你看西西方人就说 说什么你们中国人说气呀 气脉 说这个穴位 来吧 你找一个尸体过来 来解剖它 你给我找气脉吧 在哪了 没有 真没有 你把这个尸体 你给他解剖 你那个解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大体标本 你解剖吧 你找不着 什么穴位呀 没有 什么气脉呀 没有 你讲的浩然正气 说这个身体里面充盈着一种气 找不着 为啥找不着啊 因为西方人研究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都是他们研究解剖死人 这个气脉这个东西活人身上才有 死人怎么还有气脉呢 死人的气脉早就停掉了 没有了 那个厌气这一刻开始所有的气脉都停掉了 所以不管你怎么通过西方的解剖学 你都不可能找到中医所讲的这些生命穴位气脉 你是找不到的 因为他研究死人 所以咱们讲中国中国人研究的才叫生理学 因为中国人研究的是活人 那西方研究的不叫生理学叫死理学 他只是解剖死人通过解剖死人来了解 所以你想一想他给予你的治疗给予你的检查 都是死的按照死人的标准来研究你的 所以对啊气都断掉了哪里还有气脉的就没有了 那这里面我们讲如果你不养气就会气虚 就像你比如说我吧 我经常说话经常说话不停的消耗 用真动用真气去说话啊 那怎么样啊就容易气虚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 哎气虚泡点黄旗啊 用黄旗切片没事泡水当茶盒能够补气 那孟子呢善于养气 让自己的气始终充盈 这种浩然之气啊 和我们讲的这个身体里的正气又不一样了 我讲这个身体里的正气啊 它和生理有关系 浩然正气呢 它和心理有关系 和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气 一个气字 它和生理和心理 它是整体的 中国要不怎么说中医 它是把人当成一个人来看 因为是一个人 他不只有身体 他还有心理 而西方不讲这些 西方只说你解剖这个 你这有毛病给你治这 那有毛病给你治这 它不一样 中国 中国医学是干嘛呢 它你的心理 生理 五脏六腑 它是一个协调运作的 它是一个整体 你不能说 把肝治好了 肾坏了 那把肾治好了 心又坏了 那不行 所以呢 我们中医呢 还得讲究 就中国文化 还讲究一个心理的问题 人意理智信 它也对应金木水火土 那么你心里面的正气 是通过什么来培养的呢 和道义相配的 这个人心中道义 有道义 你的浩然正气 会慢慢的增长 你心中都是这些邪恶的东西 心中都是这些缺德的玩意儿 你的这个气 肯定是低迷的 你与人接触 你往那一坐 你和人感觉都不一样 你好别说 有的人往那一坐 你看起来很稳重 很规矩 有的人往那一坐 那个腿就开始抖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气虚的表现 不仅是 不仅是这个生理上的气虚 心理上的气也虚 往那一坐就开始抖腿 我见过不少 往那一坐 这个腿啊 无量的在那抖 一直在那抖 表现出内心的一种虚弱 内心的一种烦躁不安浮躁 所以你看 为什么咱们从咱们老祖宗就说 不要让人干嘛呀 不要让你出门到哪 不要抖腿 你抖腿 是男抖穷女抖剑 是有这么个说法 你有金山银山 你有抖腿这个毛病都给抖掉了 都给抖没了 你要是出家人呢 只有一些毛棚 那你这个这一这一个毛屋都让你给抖 抖光了 那为什么会抖腿呢 心里面的东西 抖腿这个事啊 他和心里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啊 你这个心里面的内心的这种气 他和道义是相配的 一个人时时刻刻看到邪恶的东西 他内心是怎么样啊 他会有一种正义之心 他一旦自己要参与了某种邪恶的事的时候 他参与到或者看到了某种邪恶的事 或者亲自要去做某种邪恶的事的时候 他不能做 他做不下去 这就和道义相配 比如说占别人的 拿别人的 害别人的事 他干不出来 那小道义是什么呢 是害自己的身边的人 害自己的亲人 他干不出来 大道义的人是什么呀 任何人 任何生命 我都不能害他 这是大道义的人 所以这个叫什么呀 心不动于山 真正有浩然正气的人 对于天下知识无所畏惧 能当大任而不动心 心不动如山 身体里面充盈着浩然正气 一切了然 无所疑惑 我心光明 无所畏惧 这个就是王阳明心学宗所讲的 至良知 孟子接着给公孙丑说呀 说浩然正气 那叫至大至刚 什么叫至大呢 是不可限量 叫至大 什么叫至刚呢 是不可驱挠 叫至刚 这种浩然正气 本来就是天地里面 就应该存在的 人就是靠他生存的 每个人都有 甚至于可以说 每个人本来都一样多的 只要你能够 随时反攻自问 那么怎么样 你就能得其所养 你不做坏事来伤害自己的正气 那这个浩然正气 他就不亏 而充塞其间 所以浩然正气 他必须和道义相配 做事合乎道义 然后怎么样 一身正气就得道义相助 行事永绝无所畏惧 没有浩然正气呢 那他做事情 就会畏首畏尾 做什么都很害怕 你就无所作为 那人要养成这种 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充塞于天地之间 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这样的浩大之气 不可能无所附着 附着于什么上呢 就与道义相辅相成 因为道义虽然在人心当中啊 但道义自己不能行动 一定要充实这种浩然之气 才能够有所行动 所以呢 像我们说了 遇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对于这个事该不该做 内心的决定非常果决 见到了所当行的 必然当行 那肯定会去做的 一所当为的 到所当行的 你意志坚定就会做 如果所有人 对于邪恶的事都闭嘴 我们看到了身边 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邪恶的事 所有人都不说 所有人都不讲 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邪恶的社会 有人说了 当社会发生了 有一个人遭遇了不公的时候 他说了 我反正我又没到我身上 这个事和我没有关系 同时呢 我也不会做他同样类似他的事 所以这个事情与我无关 不对 与你非常有关 当明显的这个社会上 已经慢慢的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 不公理的事情 不公义的事情 早晚有一天会落到你头上 当别人遇到了这样的时候 你不为他发声 你不站出来 不为正义而说话的时候 那么将来 你遇到同样的事 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也同样不会有任何人来站出来 为你说话 那这就变成什么社会了 邪恶的社会 什么叫义啊 这个义字啊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上面一个羊头 下面一个我 下面为什么有这个我字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其中的 看到正义的事情 看到邪恶的事情 每个人都一所当为 我曾经在哪看到过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短视频呢 之类的啊 就说有的 有个人在在干嘛 做一件很很坏的事情 旁边有人站住 他说你关你什么事 你干嘛来说 他说你做了这样的事 每个人都应该说 每个人都有资格 因为你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所以什么是天地间的正气啊 这个就是天地间的正气 浩浩荡荡 天人合一 那么我们这里面刚才讲体察 我们体察不动心 这里面讲了一个不动心 有人说了 为什么有的时候正义是得不到伸张的呢 就是因为很多正义之事 本来有正义 但是动心了 对什么动心呢 对利益动心了 所以真正的这个浩然正气呢 他是在真正的利益面前 在任何时候是不动心的 那么我们讲哦 这个在利益面前不动心 这还是比较低层次的 还有更高层次的 比如说祸福面前不动心 那么我们讲 现在大家理解了浩然正气了 接下来再讲极易两个字 极易就是 强扬我们浩然之气的具体的心法 那么孟子讲浩然之气是正义的 经常的持续的积累所产生的 是不能间断的 那用我们这个民间的话讲叫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只要做了一件 你做了一件亏心事 你这个浩然正气就会亏损 就虚掉了 那么我们不是说 偶然遇上了一件大仁大义的事 而说突然看见了 哪个小孩掉水里了 我去把他救上来 然后你就得到了浩然之气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不管你 你养了多久的浩然正气 一旦做了一件内心有愧的不义之事 浩然正气一下就泄掉了 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理解了孟子的话 说行义不义 杀义无罪 而得天下 忍者不为也 说不管多大利益 哪怕是给我当皇帝 但是要让我去做不正义的事 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让我得到这个好处 那我也不能做 那真能做到吗 说给你好处 让你去杀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说呀 行义不义 杀义无罪 而得天下 忍者不为 有正义感的人 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这个只能自己体会了 我们不能只是当一句名言 那同时我们是得 从实际生活当中 遇到的事上去琢磨 那我们现在生活 我们当代的生活 这样的事情呢 很多 大家自己慢慢的 在生活当中慢慢体会 那如果你说我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就是咱们价值观不同 思维不一样 那我也理解那些理解不了的人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着讲着 就有人出来说了 你怎么怎么着的 其实前面骂半天了 我都看着了 我没理他 他前面骂我半天 说那个 妖僧 他骂我是妖僧 骂了半天了 我都没搭理他 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我制止他一下 因为他一直在说妖僧 我都不知道在说谁 所以怎么样 允许有不理解的人 得有不理解的人 为啥呢 因为这个事件不是什么 一讲一讲一讲一个什么东西 谁都能理解的 这个理解不了很正常 或者说我们观点不同 信仰不同 很正常 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 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 普通人也不可能真的懂得 圣人在想啥 所以吉义是什么意思呀 吉义就像积善 就是自己要做的每一件事 都合乎道义 一旦做了一件不义之事 一旦做了一件不义的事情 心里自己就知道了 心里就亏欠了 气就不足了 孟子所说的这个吉义 说一件不义的事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这里面知道 你做任何事吉义 就是吉德吉善 你真正吉德行善的人 你吉德行善的人 你的正气就充盈 但是一旦说 这个有很多人 他一直在做好事 但一旦他做了一件不义的事情 他这个正气啊 浩然正气一下就会卸掉 孔子说 智勇仁三达德 所谓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这就是作为一个儒家学者 或者说我们一个初学者 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所以路程讲说 有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这个问题实在是很无厘头 子子曰 正直之鬼不须怕 孔邪鬼不管人善恶 故未免怕 先生曰 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 只此一怕即是心邪 故有迷之者 非鬼迷也 心自迷耳 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 好祸即是祸鬼迷 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 俱所不当俱是俱鬼迷也 好了 我们刚才要讲完了 这个这个王阳明告诉他说呀 说你怕什么鬼呀 你自己积德行善 没有什么鬼能不需要害怕呀 然后另一个这个学生 又站起来说话了 另一个学生说 那老师啊 正直的鬼 他不会害人 我们不怕 但是有那个凶恶的鬼呀 他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去害 那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免害怕了 刚才他问你的那个事 我们明白 积德行善不怕鬼 那是好鬼 那有坏鬼怎么办呢 那有恶鬼呀 他说凶恶的 他说害我们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一读传习录啊 学着学着 有的时候会想啊 说这一届同学好像不太行哦 说我们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孟子 那讲孔 讲这个论语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哦 那个时候 这个孔孟 那些学生问的问题 水平很高 可是我们一读传习录 有的时候觉得这一届 说这个王阳明这一届 学生好像水平不高哦 问的 问的这个水平好像很低 老师都已经告诉你了 说你心中积德行善 极具正义 你不需要怕鬼的 没有鬼会来伤害你的 他还要问 那好鬼不怕 我怕坏鬼 所以老师都给你讲过了 那 极异就是极具浩然之气 给你讲完了浩然之气 你还要问怕鬼 这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王阳明说呀 你说的邪鬼 你说这个这个正鬼 正鬼不害人 有邪鬼害人 邪鬼 邪鬼能迷惑正人吗 你自己是正人 能有邪鬼来迷得了你 迷惑得了你吗 你一怕 就是你的心邪了 是你自己的心里面有所迷 如果你好色 你那就要被色鬼迷了 如果你贪财 就是被财鬼迷了 财迷心窍 如果你容易被激怒 那就是被怒鬼给迷了 怒迷心窍 如果你会害怕 那你就是被胆小鬼给迷了 所以说呢 外面根本没有鬼 所有的鬼都是你自己内心当中 自己造的 所有的鬼 所谓的鬼 都是你自己给自己造来的鬼 什么色鬼 烟鬼 酒鬼 胆小鬼 是不是啊 所有的鬼都是你心里的 总之都是你的心不正 气不足 你才会迷乱 你才会害怕 我们再来往下看 定者心之本体 天理也 动静所欲之实也 说定啊 是心的本体 是本然的状态 这是一种天理 你的内心深处啊 本身都是定的 这是心的本来状态 那么心之所以有动有静 心的动静 是在不同外面环境的 外面的人事物 不同境遇变化下的 不同应对 所以这就是喜怒哀乐 之未发 未知中 发而皆终结 未知何 那么所谓的 至中和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中华文化当中 所讲的 中庸之道 鱼雷作品 鱼雷作品 中庸之道 一 中庸之道